生意经里边一部分 什么意思呢 我开始融资 只要我最懂这技术 我掌握这核心资源 我所有融过来的钱 哪怕你跟我合伙合股 只是用来干嘛呢 降低我的风险 我举个例子吧 我有个朋友 他呀 找身边人跟他合作 干嘛呢 他能从某个制药厂 进了一种新药特效药 他找你合作 在几个县城啊 租柜台打广告 卖这药 我看到这情况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主意挺高啊 为什么呢 你不知道这个药 能不能挣出钱 但是就你能进来这药 别人进不来 你拉别人合伙 多拉了一个人 就等于贪低你50%风险 要俩人跟你合作 你就贪低70%风险 一看要不挣钱 他们帮你赔了一部分 要挣了钱了 那好 就你能进来这药 人俩不掌握核心资源 你可能一脚把它蹬开 你自个独占这好处 当然这么说 多多少少有些刻薄 赵本山 他电视剧里不讲吗 什么叫伤人 就经常让人受伤的人 但是咱们不提倡这个 可是在生意经里边 确实有这么一条 结果后来 网友清一步一步的 就打开了这个PVC的销路 这一下生意是越做越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前面提到 网友清那个受恶理论 就是说当有危机出现的时候 正是你扩建的好机会 网友清干着干着 就不满足于在台湾岛内做这个生意 他要把这生意做大 做哪呢 他早就瞄着美国 一直就没这机会 到了1979年 全球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 怎么事呢 伊朗那个国王巴列维被撵走了 接下来两亿战争 这一打仗 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量大幅度降低 结果这石油一桶价格 从13美金狂涨到34美金 又涨到40多美金 最高到了50美金 这时候美国国内呢 依靠能源生存的企业 日子也不好过 这个时候 网友清一看 机会来了 干嘛去 到美国抄底去 咱们现在金融危机 有人说 应该美国经济不行了 咱们有那富豪抄底 打人王永清 从79年的时候 人就开始到美国抄底 就这么着 他在美国经过考察 确定在德克萨斯州这建厂 1983年 在德克萨斯州 建了一个当时世界 PVC产量最大的一个企业 也解决了当地不少人的就业问题 所以后来到了1995年 德克萨斯州政府 为了感谢王永清 咱们节目开始就说了 把5月19号定为王永清日 可以说王永清到美国抄底 大获全胜 当然了 王永清不满足于此 他也想到 我在台湾岛内这些资源 我也要更好利用起来 所以他也着急 再回到台湾岛内 把这PVC产业进一步扩大 可是你别看他在美国顺风顺水 回到台湾岛内 继续扩大PVC生意的时候 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 那么各位 他回到台湾岛内 碰到了什么样的大麻烦呢 咱们下次节目 接着说 塑料大王 碰壁宜兰小县 危机当头 他如何逆转求胜 微末细节 泄露伤道变机 平凡之人 怎样转身 精盈之神 句子的背影之女 王永清 下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财富故事会节目 我是老梁 我们上期节目 给大家说到了 台湾的大富商 王永清 为了建PVC厂 他自己 在1979年前后 到美国去考察 利用那边石油危机 这样一个机会 到美国去抄底 最终顺风顺水的 在美国休斯顿 建立了一个世界 PVC产量最大的 这么一个厂 那么王永清 他自己不满足于这个 他也时刻琢磨 在台湾岛内 能够进一步扩展自己 这方面企业的规模 他就想到 我得在台湾这选址 再建新的厂 他要建个什么厂子 这个厂子全称 叫第六 清油裂节厂 这也是PVC企业 扩张过程当中 第六个 比较大规模的厂子 在正常人眼里看 你说你这王永清 有这么大能耐 在美国这边 都把这企业弄下来了 都没问题了 那回到自己本乡本土 那更应该顺风顺水 得到各方面支持 可没有想到 恰恰相反 王永清回到台湾 他首先考虑的 说在台湾 一个叫宜兰县的地方 这个地方靠海 他觉得这个地方 建厂子不错 本来他想 宜兰县这个地方 生产总值各方面也挺低 老百姓日子不是太富裕 我到这来建厂 我用当地人 我能给你解决 一万多个就业机会 这可以说 对当地来讲是个好事 对企业来说 这个地方人力成本 跟土地成本相对都比较低 用咱们现在话说 这叫双赢 这种好事谁会不干 没想到 宜兰当地人 大多数人坚决反对 他在这建厂 而且媒体一报道 很多台湾的民众 都纷纷反对 不能在这地方建厂子 你这厂子是污染 重污染 说实在 咱们大家也都知道 这种PVC塑料类型的工业 你要说一点污染 那也不现实 但是王永清那个时代 他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尽可能的 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 降低污染度 而且他要主动按照国际上 通行的这种企业污染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可即使这样 很多台湾民众 依然不能允许他 在伊兰这个地方建厂 那么当时反对 王永清在这建厂 最激烈的是伊兰县的县长 叫陈定南 这个陈定南当初还在 他的台塑集团里边当过员工 也就是说 这王永清是陈定南以前的老板 后来陈定南从他这个集团里出来 又考了法学硕士 然后当上了这个伊兰县的县长 经过选举 那么他非常激烈的反对 王永清在这建厂 最后两个人的交锋 形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辩论场面 王永清是1986年9月30号 申请的在伊兰县建厂 这事经过一年多的媒体的炒作 在1987年12月13号这天 就在台北的一家电视台 播出了两个人辩论的场面 一个主持人坐在中间 这边王永清 这边 两个人就就 应不应该在伊兰这地方 建这个第六清油裂街场 简称六清 两个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那么现场情况是什么样 两个人往这一坐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互相运进的 也心里不愤的 为什么 不同立场 陈定南代表什么 代表伊兰县的县域经济 跟自己的政治前途 王永清代表什么 他自个的台塞集团 同时他要为台塞集团的股东 和几万员工负责任 这是咱们发展的大事 两个人一上来 就这个问题交锋 当时人的陈定南 首先就提出来 我为什么不同意 你这六清 在我们宜兰建 我有我道理 第一个 我们宜兰 有一个整体发展的规划 我们这个地方是确定 以这个农业和旅游观光业为主 我们靠着海嘛 就不是工业 是我们发展的主要方向 第二个呢 我们宜兰这个地方 地形特殊 这面对着大海 这面三面环山 也就是说 这是个相对封闭的 这么一个平原地区 这就出现问题了 你比方说这是哪一块 有什么污染的话 三面环山这风进不来 散不出去 所以一旦形成污染 就我们自个儿 这地方搞定 再有一个呢 宜兰这个地方 老百姓靠什么过日子 农牧鱼 基本就是出海打鱼 像这个 你这要建厂 要造成海水污染来 我们还打什么鱼 打上了鱼谁敢吃 就把我们原来传统的产业 给糟蹋了 所以说基于这三点